来咯来咯 微博世界大会你要嘉宾有许凯 谭松运作为嘉宾已经官宣了 难道小情侣要合体了吗 敬请期待微博盛会 说到谭松运许凯真的就要从最近这部你比星光美丽说起 两人的出色变现引得无数网友追捧 这部戏能这么成功不只是剧情好 导演牛还因为谭松运把那个角色演活了 他不仅演出了角色的坚强 还让人感觉到他的温柔 同时在最近你比星光美丽 举行了粉丝见面会 咱就是说松运不仅抗拒 和男主的CP感也是从剧内到剧外剧内甜就算了 这怎么当粉丝面还求上婚了 台下的粉丝更是欢呼声不断 真的不要太会玩 也是让小鱼又磕到了 不仅如此 现场还上演了剧中婚礼时的公主抱桥段 那一天真的踮进了小鱼的心巴里 虚凯还回应当时在拍这段戏时 旁边的人都真的以为他们在办婚礼 现场热闹得很 小鱼不禁感叹 当时如果小鱼在旁边 不敢想会是多么幸福的小女孩 这不可以让大家都说好的剧 小鱼认为离不开许凯和谭松运 慢慢的CP感 真的是把两个人演活了 同时这部剧让我们了解到 现在电视剧已经换了个玩法 不只是那种老套的偶像剧 更看重角色的深度和剧情的真实感 谭松运的表演让这部剧变得不那么简单 更像是能打动人的好东西 她的演技让这部剧在一堆作品里特别出挑 成为观众心里的经典之作 谭松运就像娱乐圈里的一股清流 她不上太多综艺 也不乱传绯闻 只专心做演戏这一件事 这就使得她在整个圈子里都选得特别与众不同 每次露面 她都靠作品和实力来证明自己 她这样低调的样子 让我们更喜欢她了 现在能沉下新拍戏的艺人不太多 谭松运这认真劲儿 给其他年轻的演员做了个好样板 每次努力都在提高演技 也是对我们这些看客的责任 谭松运在演艺圈的人员可好了 她扮演的每个角色都能让你看了旧入戏 特别的真实和鲜活儿 她的演技不只是炫技 更多的是真情实感的流露 她就是这样用自己的方式 赢得了大家的喜欢和尊重 她有这么好的观众员 所以不论悲喜 只要在剧中演啥 都值得一看 她总能把角色的心情拿捏格档 让大家跟着一起感受 每次表演 就像和观众聊天似的 让人看着她就好像看见了自己 这种感觉 可不是随便就能有的 谭松运的商业价值 可不只是电视剧好而已 她还有自己独特的个人品牌 每次露面都会让人眼前一亮 媒体和粉丝们都特别喜欢她 她的影响可不止在电视圈里 她还成了大牌代言人和公众人物 她的形象就是品质和实力的代表 说白了 她就是个吸睛女王 大把品牌争着找她代言 谁和她搭档都会赚得盆满钵满 她可不仅是国内红人 她在国际上都有不小的影响力 她那招牌式的形象 简直就快成为我们中国电视剧的名片 让全世界都看到咱们中国演员的魅力 咱们都很看好谭松运 她每次进步都是给自己加把镜儿 也向粉丝们交作业 她的将来不只是会有多几部戏 还会有新的东西带给大家看 她在每个角色上都大胆尝试 这不就是给自己找点新花样吗 同时也推动了整个行业向前发展 谭松运 她的未来和表演 让咱们看到了国产剧的希望 咱们就得有更多这样的演员 用实力和才气推动行业发展 她每次付出 都是未来的一笔财富 也是给粉丝的最好回报 谭松运在娱乐圈外也很有影响力 每次做公益都会引起大家的注意和支持 现在的她已经成为了社会正能量的代表人物 很多人都把她当作榜样 希望自己也能为社会做出贡献 她在我们的生活中很有影响力 她是很多人心中的明星 每次有她的事 媒体都会真相报道 大家也都特别关心 她的影响力 已经不只是在电视剧里了 而是真正融入到了我们的生活中 她的形象就像一个正能量的象征 引导着更多的人去关心社会 去帮助别人 谭松运不仅演技好 人品也赞 每次看到她 都觉得她很真善美 这种魅力已经成为她的个人标签了 她的个人魅力 也让她成为了公众人物中的佼佼者 谭松运的粉圈文化 就是她个人魅力的直接表现 每次出场 粉丝都会热血沸腾的回应 她的影响可真不小 在粉丝心中 她已经是个标杆人物了 故大家都关心社会 关爱他人 她的粉丝文化 也让她成为了公众人物中的佼佼者 谭松运在国际上超火 每次露面都会被各大媒体报道 她的影响力早就不仅仅局限于国内了 已经是全球大家庭的成员之一 她的样子就像个国际典范 鼓励着人们关心社会 志愿服务 她的名气够大 都被捧得超过演员这个定义 影响力早就跨越电视剧 变成国际话题 现在看到她 就像看见社会正能量标杆 能吸引大家都来关心社会 互帮互助 谭松运真的很棒 她的公益行动不仅是她个人魅力的体现 而且她的影响力 已经融入到公益事业中了 她的形象也变成了公益事业的榜样 鼓励大家都关心社会 多帮帮别人 她的公益事业 也让她成为了公众人物中的佼佼者 谭松运家里的事也挺吸引眼球的 每次都引发不小反响 她的影响力可是家庭生活 不可或缺的一环 她的形象更是成了大家学习的好榜样 鼓励大家都关心社会 多帮帮别人 她的家庭生活 也让她成为了公众人物中的佼佼者 谭松运的学历背景可谓是她个人魅力的表现 她每次参加教育活动都会引发大家的热议和关心 她的影响力就像学历背景的一部分 让人们更愿意关注社会问题 去帮助别人 她的形象也成了教育界的楷模 鼓励更多人参与到公益事业中来 她的教育背景也让她成为了公众人物中的佼佼者 谭松运 她的工作就是她个性魅力的展示 每次干活都能让大家眼前一亮 备受瞩目 她的影响力已经成为她工作的一部分了 她的形象就像个职场偶像 鼓励我们多关心社会 多帮帮别人 她的职业生涯也让她成为了公众人物中的佼佼者 谭松运的社交活动就是她魅力的展示 每次都能吸引大家的眼球 她的影响力已经融入了社交活动中 成为了一种象征 她的形象也成了社交圈里的榜样 激发大家关心社会 帮助别人 她的社交活动也让她成为了公众人物中的佼佼者 谭松运的健康生活是她的魅力所在 每次只要她的健康行动出来 大家都会关注并且跟着做 她的影响力已经变成了咱们健康生活的一部分 她的形象也成了健康生活的标杆 鼓励我们多关心社会 多帮别人 她的健康生活也让她成为了公众人物中的佼佼者 谭松运就爱搞艺术 这也让她更有吸引力了 每次搞艺术 社会都会关心 她的影响可不小 大家都把她当作追求艺术的典范 鼓励大家多关心身边的事 帮别人忙 她的艺术追求 也让她成为了公众人物中的佼佼者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